眼睜睜看著郵輪離港 大批旅客不但上不去 還慘被船公司丟包 大火聚集在基隆港溪三號碼頭 激動情緒再也安耐不住 氣到直跳腳 這家公司可以說 現在當眾宣布 這家民輪公司 以後大家不要搭 他們完全是一個不手心用 沒有負責擔當的一家人船公司 會這麼生氣就是因為 原本二號晚上九點起航 前往日本石原島的民盛一號郵輪 因為受到山陀的颱風影響 船班提早到一號下午四點出航 業者向會員提供免費客房及遊戲金 民眾收到簡訊 特地工作請假席券 一早就趕到基隆港排隊登記 想不到三點郵輪觀察 業者卻告知沒位置了 我們十點半就來了 然後中午都沒吃飯 就等到現在就說沒有 要不然他早一點跟我們講說沒有 半點的時候他說船要開了 沒房了 但是我們這些都經常來做 我們都知道 暑假都是2600 700個人 今天頂多2000個人 現場150位民眾排隊 卻只有前50人上得了船 近百位旅客通通上不去 慘遭丟包 旅客抱怨簡訊說得好聽 程耀會員 連1450元的港務費都繳交了 時機來到現場卻被放鴿子 怒控郵輪公司 連一句話都沒有交代 已經是盡量延遲觀察到三點半 但是呢 為了保證就是 所有已經登船旅客的權益 所以很抱歉 就是沒有辦法滿足 每一位候補的旅客 颱風前夕以為能夠提早開心出遊 想不到業者一句 坐不下了 民眾落得一場空 恐怕只能找小保官申訴協調 記者朱丁榮基隆採訪報導